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勒布朗加入胡仁一大原因 是沃顿带来的勇士体系 第三 ESPN与露天看台等多个媒体专家都觉得詹黄新赛季将会担任中锋 詹黄打中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回到骑士的四个赛季 他每年都有过打中锋的经验 并且是上升的趋势 14年 他总共在两个回合里担任中锋 15年是5个回合 16年是16个 这个赛季 在他担任中锋的54个回合中 骑士每百回合内能拿到146.3分 仅胜对方42.5分 效果非常好 他是担任小阵容里的中锋 就好像勇士的格林 可是四项数据对比发现 詹黄打中锋甚至比格林还要强 第一是进攻方面 总的来说 詹黄一定更加强 只是说内线与进攻 格林也没有什么优势 格林拦下命中率 只是69.5% 詹黄是76.6% 说投篮能力的话 詹黄基本无死角 格林三分命中率 只有30.1% 组织上的能力 无小强大的地方在于速度更在于转移球 格林变成攻防转换节奏器 他平均每场能送出7.3助攻 29%的助攻率 詹黄平均每场助攻9.1% 达44.4%的助攻率 可见詹黄组织串联很明显比格林好 内线变成8起点 外线有更加多的机会 完美契合了无小阵容 效率上 效率是最可以体现球员贡献的数据 詹黄进攻效率是118 防守效率是109 格林进攻效率是110 防守效率是105 两个人各有优势 詹黄平均每场4.25 1.7 犯规 格林平均每场2.95 2.6 犯规 想到两个人的职责不一样 这数据已很优秀 综上所述詹黄是进攻加强防守减弱的格林 完全可以胜任无小阵容里的中锋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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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